啊對人啊就神啊 所以呢有些有趣的事情是啊 比如說那麼大仙紅啊就是我們神明啊 神偶神像呢一起到了機場去 那總共有七尊金柵柵柵柵柵 然後呢還有包括這個關公旁邊的周昌啦廖化啦等等呢 都官平都來了 總共有七尊神明大仙啊大仙啊 那他們到底是為什麼去呢 原來是官聖帝君的聖誕 然後呢為了到機場來要迎接遠來的貴客 遠來的貴客是誰呢 原來是日本的水神 日本的水神特別搭機到台灣來 也慶祝我們台灣的武聖關公啊 所以呢为了接待遠來的神明呢 你看我們的這個神尊就特別到了機場去 大家也覺得很好奇啊 又沒有看過包括三太祖 然後一起到了這個等於說機場來啊 那麼這個就是神明跟神明 宗教之間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啊 那也吸引了很多人的這個目光 那除此之外呢事實上呢 有些時候呢心明尷尬對不對 還是會發生意外的 比如說季公大家都知道 季公上升了以後就要開始喝酒嘛對不對 喝高粱喝酒等等啊 那有時候會發生一些意外世界 為什麼呢 就大家喝酒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叫叫撞到 這個真的是不小心啦 這是不小心的 沒有喝醉啦 沒有不是要喝醉了啦 是因為那個 因為他站在橋的那個神教的前面 那神教根據規矩就是說 你到一個地方來要三進三出 結果沒想到說一個不小心 露一下就要拔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季公 季公那個師父呢 本來就無所謂啦 走路翻滾萬人 海燒歸的 平台就好 那除此之外 你要知道三太柱的個性 陰啊 陰啊 所以呢 有時候他也會像小朋友一樣 對不對 講話也是小朋友的聲音 有時候會吸奶嘴 要糖果果吃等等啊 那他還蠻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他在落盡的過程當中 忽然間衝進一下店面 他要夾娃娃 你知道嗎 他要夾娃娃 要跟上人類世界就對了 而且是用神教夾娃娃 然後要丟十塊 這個 我們這個三太柱 其實是蠻有個性的 我一定要夾到 沒有夾到 然後我不走 所以我叫他成為夾娃娃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小孩子的個性 他應該用神之手 看看能不能夾得比較快 然後因為好玩 他覺得這個很好玩 就跟小朋友一樣 然後他也要除了這個夾娃娃 他也要坐那個小朋友的車子 因為他覺得很好玩 所以呢 有時候神明啊 也是由他本身的 這個赤子的一面 是 不過講完了三個比較輕鬆的 有趣的情況之下呢 還是要嚴肅的來講 每一年到了年 歲末年尾的時候呢 那麼都會啊 芒果青山宮都會落盡 整整三天 那以前的話 哇那個鞭炮放到半夜都還在放啊 那麼今年呢發生了一件事 為什麼呢 就在這個青山宮落盡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那麼其中呢 在這個等於說 11月29號的時候 凌晨2點多 就發現有三個人倒地在幫大家接頭啊 那這三個人呢 一個人在他的鼠氣部中彈 然後被人家開槍打中了 打中了以後他有生命的危險啊 可能打到血管啊 然後呢另外兩個人被砍得昏迷啊 那三個人後來就送醫去 可是呢 警方初步研判是自己本身的糾紛啊 那可能跟繞境本身沒有關係 不過過去青山宮繞境就曾經發生過 也是發生過頂頭跟頂頭有什麼 那因為你要知道 繞境是整個這樣繞嘛 前面塞車了 後面就走過不去嘛 那結果是去前面的這個頂頭呢 他因為在耽擱時間太久 所以來自於三重啦 跟很多地方 大家起口角以後 結果不知道有什麼 繞境又炸機器 就把槍拿起來就開槍 你知道嗎 衍生槍擊案件 這過去有發生過 那青山宮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如果各位印象深刻 2003年的時候 全台灣有夠恐怖的SARS 有沒有 SARS期間 你還可以去和平醫院啦 然後一些 都不是封院嗎 封起來了以後 人人自危 我們跑去我們沒有戴口罩 警察局進去 大家都覺得你好嗎 奇怪 然後如果你坐計的時候咳一聲 那個時機就會 悄悄的把那個窗戶給打開 你知道嗎 大家都很害怕 那時候為了安定民心 也是由青山宮 來繞境除瘟疫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青山宮 在穩定當地Manga的這個明星 是非常非常的有效 而且有名的 對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人 聽說青山宮最近的幫派出現的重組當中 原本的舊勢力 逐漸被外省的勢力給介入 那這次到底是怎麼回事 發生槍擊事件 這次案子 其實青山宮它固定 他們是農曆 我們人的十月二十幾十月二十月 就是這三天農曆的時間 他是會舉行 他那個林安尊王的一個勞進活動 一個姓魏 一個姓林的 這個兩個 本來在年初的時候就有一點細嫌 因為本身 每個人都他自己有他的那個古廟 都自己有開神壇 那本來就已經有一些細嫌在了 那剛好趁這次的聚會的時候 那個姓林的一個林姓嫌犯 知道這個餵姓男子 這次會參加那個青山宮的遶境 就是會在那邊參加那個活動就對了 他就事先埋伏 找了另外一個姓林的兩個 姓林的這個找了另外一個來埋伏 帶了一把槍 本來是要去尬襲 那想說趁 因為這個姓 警方今天把他查這下的時候 他是西門 西門路那邊的 就是蟎蛇蟎蟎蟎那邊的 那邊的一個地方角頭 那本身這個姓魏的呢 他可能就是在萬華廣州街那附近的 那因為本身他們就是 在現場埋伏之後 現場不是有三個人受傷嗎 那受傷的時候 因為姓林的他持了一把改造手槍 把這個姓魏的打了主席部中一箱嘛 那中了一箱之後 其實另外一個不是有一個姓楊 受被害人 他自己到那個內湖的三軍總醫院去報案 說他自己也受傷嗎 目前警方當然是以他 根據他目前的口供說他是 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看的 但事實上還在調查當中嘛 你沒辦法沒人站在那裡看 中傷了你自己這麼勇敢 七次中傷了你自己走回來 應該是來由三軍總醫院去看 因為事實上我自己個人判斷 這個案子 姓楊的這個應該 不太可能是在那邊看的啦 你在那邊看 中傷帶到旁邊就去了嘛 怎麼會拖到說回到內湖再來看醫院 那再來誰載你去的 你去的時候有沒有其他人陪的陪同你去看這個槍桑 那所以目前呢 警方雖然是移送了三個人 那移送這三個人不同的幫派 一個的是西門西門幫派 一個是可能是 我剛才說的廣州街那邊的幫派 但是目前對外警方還是不能完全 把他講得很清楚嘛 來看看神明繞進 黑道弟兄也很忙是忙什麼啦 對 通常在過年過年前或過年後嘛 就是農曆2月2號的時候 那就是土地公司嘛 那我記得在我們市營業市有沒有 也是都很熱鬧 尤其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市營業市在大東路的時候 那時候土地公司 他們通常就是會贏老人嘛 就是有點像他們也會希望說 土地公可以進來店家 就是會帶財嘛 因為土地公本來就會帶財 那可是有的店家他們是不會去 有的店家就比如說像基督教的 那或者是一些賣一些私人衣物 或者是內衣店或者內褲店 他們就不會進去 那那時候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贏老人家的時候 基本上 除非有特別說不要去 不要進來 不然他們是每個店家 當然去幫你贏老人家 去幫你走大街 那那時候在大東路有沒有 有一間店 那時候聽聽他們說 這一間店喔 生意很好 他是在賣什麼 他是在賣精品店 但是他主要有賣香水 也有賣包包 那因為這個老闆啊 他本身是外地人 然後他就變成 沒有那一種 覺得說我為什麼要跟你們入境水俗 你知道嗎 他就很不配合 尤其是他門口 他門口有一個位置 那很多人 地方人士都有跟他講說 那你門口的位置 能不能說分租給別人 讓大家有沒有一起做生意 這個老闆始終就是不配合 他就說我門口的位置 我同樣空在那裡 他又乾乾淨淨的嘛 可是大部分市場夜市的每個店面 其實都有跟地方人士都有在配合 那人家不想不行嗎 就是不配合啊 但是大部分人都會配合 因為配合為什麼 你店家也多一個收入 那你又可以讓別人在那邊擺生意 就是在那邊做生意賺錢嘛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5點就對了 就是一個記號 打記號了啦 對 有辦法打記號 然後那一天2月2號到的時候 他就在大東路買 就在行路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間精品店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 但是也是必須要進去啊 他就去樓底 就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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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有的店家之前他們都有會告訴他 就說啊 聽啊 聽道理講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就是藝術藝術 把包一個顏色 那這時候這個 那時候那個老闆其實他就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呢 他其實他沒有在給他 那人家有跟他講說 說不定人家信基督的啊 其實他沒有 他也沒有說不要來 他只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則 你們這些是在戀財嗎 不然怎麼會這樣 那其實人家有跟他講說 你路進水俗 你要包多少都沒關係 你包600200都在利 那就是說人家有來跟你走 你怕他一整年生意 一整年生意興隆就對了 就有這樣的習俗就對了 你如果沒有包有可能 你有可能的生意不好 就這樣跟他講 所以後來那時候人家就進去 那地方人就怕你去 又怕出來之後 老闆一樣一個苦花蓮 沒在插就對了 那時候其實年輕人 年輕人早就已經知道說 不開心了 也不會說這個樣子 你好好買 你也包一個紅包 你也把我們尊重一下 後來年輕人 後來他們就去下一個店面 後面的年輕人 結果什麼 結果有點要給他 要把他沖在 幹嘛你知道嗎 就把店鋪 就是要暗示他 就再點了一個鋪 再點了一個鋪 再把它放 你看外面這個鋪 很恐怖的 對 這是不至於那麼誇張 通常都是放那個牌炮而已 然後放完之後 後來老闆一樣 繼續坐在那裡 沒在插 這個時候年輕人 還要點第二次 還要把它放的時候 說著要點的時候 還沒有點的時候 奇怪 因為他們地上都有那個 都有一個路子 那整個袋子裡面都是牌炮 就是要一台一台放就對了 那個袋子裡面的泡 無緣無故 都直接這樣點燃了 這時候 整個那個年輕人 背著那個袋子 整個你看它 新鋪上面就 好像人家那個 台南的還是 南部的那種 岩水風泡 就整個 你就看到那個年輕人 在那邊一直挑一隻 這樣說話 對 那時候整個場景 就很好笑 他拿著泡 然後邊喊救命 那後來大人就跟他說 你說你是在做什麼 他就跟大人說說 沒有 那店家我們沒有配合 後來大人就跟他說 你不能這樣 這個其實是要看店家自己 那其實大部分有沒有 他們都會包 因為這是一個默契 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路徑隨俗的 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所以後來那個年輕人 經過那一次有沒有 後來每一次以後 他也不敢再跟人家 強制跟人家說這個紅包